日前,由中车诸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联合研制的中国狩猎商用磁浮2.0版列车 在长沙磁浮快线跑出160.7公里的时速,宣告中国步入商用磁浮2.0时代 中车诸机公司磁浮总体设计师胡伟在接受中心设计者采访时表示 从1.0到2.0提升的不支持速度更是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 据了解,中国狩猎商用磁浮2.0版列车2018年在中车诸机下线 并于2019年在长沙磁浮快线开始提速测试 相比在长沙磁浮快线投入运营的时速100公里的1.0版列车 2.0版速度更快,载客更多 中车诸机公司磁浮总体设计师胡伟介绍 此前采用短定子直线电机牵引的磁浮列车从未跑出过160公里的时速 因此在延制2.0版列车时,工程师们只能摸索着前进 在充分总结了1.0版列车的设计和安全运营经验后 工程师们做了大量的仿真计算和优化 对车辆系统集成、牵引、悬浮、受流、轻量化、制动等关键技术进行了创新 然后在后面测试过程中,我们是这个逐步小步前进 这么一个过程,本着这个科学严谨的态度 那么我们是逐级,就是在120公里之前是10公里速度一提 120公里以后是5公里一提 这样的话,每一级我们都是确保做到这个数据采集和认真分析 确保这个安全以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测试 胡伟说,在长沙磁夫快线上线提速测试 12.0版列车全部公关工作中最关键的收官部分 工程师们突破了悬浮稳定、车桥偶合、削轨偶合等重大技术难题 同时,由于白天长沙磁夫快线要正常运营 上线测试只能在深夜进行 还需克服测试时间短、风险大等诸多困难 提及时速达到160公里后的驾乘感受 作为首批乘客的胡伟说 在深夜城市灯光的烘托下 坐在驾驶室里瞭望四周,犹如贴地飞行 胡伟表示,2.0版列车提速成功 为轨大交通又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目前,一些地方正在预言建设相关磁夫路线